首先非常感謝評審團對於政化銀行推動信託業務的一個肯定 讓我們第一次參加就獲得了四個獎項的殊榮 尤其最後一個獎項特別創意獎 對我們來說真的是非常大的一個鼓勵 未來我們一定會更加的努力 由於台灣面臨高齡化以及房屋老舊的一個現象 因此彰化銀行也積極的響應政府圍牢重建的一個政策 那我們也推出了地主自主更新的一個解決方案 結合不動產開發信託以及建進公司提供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 使地主的土地跟新建的資金可以透過這個信託的機制 隔離風險讓這個重建案可以順利的進行 我們是希望可以協助打造一個讓人滿意的一個生活的一個 居住的環境 那在不動產信託的一個創意的部分 那由我們銀行來擔任融機移轉交易的信託的一個受託人 那我們協助大道城歷史街區的那個屋主 可以出售基準的融機來籌措修復的一個資金 那以不動產管理信託的機制呢 確保專款專用 那我們也同時結合了在地的建築師以及人資的修復人員 讓這個古蹟的修復可以順利的完成 讓那個百年的老街可以在線風華 那同時也協助讓那個屋主可以取得後續的那個獎勵的容積 在人才的培育部分呢 那我們是以包班的方式來培育人才 以取得高齡金融規劃師 家族信託規劃顧問師 以及都市更新推動人才的一個資格人認證 那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專業人才可以投入這個領域 然後可以提供我們的客戶一個全方位的量身訂做的一個服務 那另外呢 我們也透過報章雜誌啦 還有社群媒體 甚至以製作那個宣導影片的方式來宣傳 那除了我們有舉辦很多的那個安養信託的說明會之外呢 那進一步我們也在一地結合了就是律師事務所還有那個社福團體 那我們共同來合作舉辦的那個就是信託的講座 那我們透過這個以上的這個總統的方式 那最主要呢 是希望可以讓更多的民眾能夠深入的了解安養信託的好處 那我們彰化影響未來也一定會繼續的發揮我們的金融影響力 那希望可以就是落實政府普惠金融的一個政策目標 那最後再次的感謝評審團以及主辦單位工商時報給予的殊榮 謝謝